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美洲豆兰 美洲豆兰是要泡水的 但是呢 冬天呢 我感觉它是不应该泡水的 你看我这盆豆兰 也是美洲豆兰 冬天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养豆兰 也还在摸索中 但是我今年呢 就感觉 这个美洲豆兰呢 冬天呢 它不能泡太多的水 泡的水多呢 它反而会烂 我前期已经讲过这盆豆兰的 有黑腐病的 一直在发展 但是给我剪掉了这颗 再擦上了那个桂皮粉 还有一个就是我冬天空了水 没有泡盆 只是偶尔给点水 所以说它现在的长势呢 会相对来会好很多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尽量不要把它的头呢 埋得太深 尽量把它给搞出一点来 这样子它就不会太湿 但是 现在我就感觉它比冬天那个几个月的时间呢 要相对来好多了 你再看一下这盆吧 这盆呢 它是比较没有埋得这么深的 它根都有点外露的 所以这盆呢 就相对来讲没有说就是泡水泡得太厉害吧 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兜兰呢 尽量不要把它摆放得太密集了 尽量给它多点空间 这样子呢 就不容易有细菌 如果传染了一个的话呢 有一个有细菌的话呢 会传染到其他的 你要间隔分开来 密度不要搞得太密的话呢 这样子的风险会少很多 但是我也今年冬有两棵过不了冬的 就是不行的 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棵就是没有过冬的 也就是说我水呢 可能是搞到了它的叶星上 如果要是在叶面里面呢 你要及时把它的水搞干呢 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兜兜兰呢 万一一染上菌呢 它基本上是没得救的 不像其他兰花 还有的救 它是一染上就会没有希望的了 兜兰就是这里不好 要很小心水 特别是冬天 你看我这个就是冬天没有熬过 就已经完了 买了十多盆兰花吧 就这一盆 还有一盆是小苗的 那盆就两盆 没有没有养好 其他的都算可以吧 兜兰春天来的时候呢 我会放肥料 我放的肥料呢 是那个stribe 就是要看植树的大小放的份量 植树小的呢 我通常就会放这么几粒进去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放肥料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把肥料搞在叶面上 如果要是搞在叶面上的呢 它会容易伤到那个叶子 一伤到叶子呢 就要麻烦 然后这是放的 估计是放了四粒吧 就是看你的植树大小放的 这些基本上都是放几粒几粒 像这个一般的普通的兜兰 可能我会放的多一点 因为它是比较吃肥的 所以说我会放的多 嗯 放的差不多有一个 那个小的茶匙 一茶匙吧 这是普通的 普通的兜兰 那我们现在忘了 什么呢 给你来看看